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TechTaylor 科技說你的科技變遷 我是主播Wesley 說到最近最夯的話題是什麼 當然就是出國啊 被疫情困住了這幾年 我都已經從學生到現在出社會了 我上一次出國大概已經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然後最近在新聞報導 身邊朋友的現實動態裡面 也都一直滑到大家都在出國 搞得我自己也心癢癢的 這次就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出國究竟會帶什麼東西 跟我為什麼會帶他們出國呢 那他們對我的幫助又是什麼 影片開始之前別忘了先訂閱 TechTaylor 科技說喔 第一個對我來說呢 最重要的就是行動電源了 出國在外面如果是跟團那還好 大概就是定點拍拍照片或是影片這樣 但如果今天是自由行的話 絕對是要常常打開地圖的APP 去尋找路線或是看天氣等等的 加上一定也會沿路拍照拍影片 如果這時候我手機沒電真的會很焦慮 所以我自己出國的習慣是 一定會帶兩顆行動電源 一顆像是IDMIX P10 CI PRO這種比較輕薄的 那另一種則是像是CH07這樣子有自帶一個插頭當備用 會帶兩顆的原因除了怕說如果今天住宿飯店所提供的插座不足 那就算第一顆行動電源沒電或是臨時壞掉的倒也還好 第二顆行動電源可以讓你再多撐一陣子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出國隨身帶的包包很講求輕便這件事情 我很不喜歡身上帶很多過重或是太多餘的物品 所以一定是越輕便越好 那這樣子我就會先帶P0 CI PRO這種有自己帶兩條線 然後體積跟重量上也都是方便攜帶的款式 而且前面又有數字可以顯示剩餘電量還有多少 這樣子既符合我需求的同時也比較安心 那第二顆CH07就像前面說的可能就是放在行李箱裡面以防出事這樣子 我以前有次去大阪時就有遇過我行動電源掉在餐廳裡面忘記拿 那下場就是打開錢包在當地再買一顆來用 第二樣也是充電類 就是這種萬國轉接頭跟OKI PAB7這種多孔的充電器 那這種萬國轉接頭真的是必須要準備好的 才可以避免當地的插座跟手上裝置插頭形狀不相容的問題 而如果我自己要去的國家是不用帶轉接頭的 我就是會選擇多孔一點的快充電 讓家人朋友也可以一起充電 那也省去的擔心插座不夠用的問題了 最近疫情解封準備好要出國了嗎? 但又覺得光是衣服行李就已經夠重了 居然還要帶一大堆瀝瀝瀝瀝的線材還有充電筒 欸別擔心 旅行必備行動電源就選IDMIX CH07這種有自己帶線 然後又有插頭的款式 完全就是一顆多用的充電神器 而你如果還有其他設備要充的話 就再選一顆OKI PA-V7 四孔配置最大達100W的充電速度 電量交率是什麼我完全不知道 從現在到三月底 自選家行動電源充電產品八折起 買越多越划算 趕緊點進資訊欄看看吧 第三樣也是超重要的 就是耳機 現在要出國沒有耳機的話我真的會崩潰 我自己平常工作跟搭車時都還蠻依賴音樂的 那出國的話通常呢我也是會準備兩副 一副就是WH-1000XM5這種耳罩式的 另一副就是Liberty 4這種真無限了 像大家現在這個時間點要去日本賞櫻花好了 當地的氣溫可能就還是偏低的 這時候XM5完全就可以當作我的保暖耳罩 而且這種耳罩式耳機 我自己平常也會當作是一個穿搭配件來使用 又或者是今天坐飛機時附近真的有其他乘客在吵 我就是會直接搬出耳罩耳機的對抗他們 主要就是因為相較於真無限 耳罩耳機的降噪能力通常會再好一點點 可以製造一個安靜的空間 那今天可能是夏天出國的話 我就會優先帶有降噪效果的真無限來的耳機 搭車無聊想要小睡一下就不用怕被干擾了 第四樣呢 則是智慧手錶 大家一定會想說智慧手錶有什麼好推薦的啊 平常不就是看像是心跳心率等健康資訊或是通知而已 而我自己平常是戴Apple Watch 我跟你們講 在國外有兩個時刻超方便的 第一個就是要自拍的時候 因為Apple Watch 它可以直接連上相機 所以在表面上就可以直接預覽拍照的畫面 那你把手機的位置喬好 稍微確認好構圖之後 人就可以跑到手機面前去嘗試擺Pose或是位置 然後再點擊一手錶像的拍照鍵就可以直接拍照了 我之前在國外的時候人身地不熟 語言也不太通 就不太方便請別人幫忙拍照 但有了Apple Watch之後 搭配上腳架使用就能夠輕鬆的拍照啦 那第二個很方便的就是在一些地區 例如日本 他們的交通卡其實是可以綁在Apple錢包之中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拿西瓜卡搭成他們的地鐵 直接逼手機或是手錶就可以了 綁定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到設定中的錢包與Apple Pay 再按加入卡片中的交通卡去選擇就可以啦 同時也可以選擇設定快速模式 這樣要逼卡的時候就不用先喚醒或是解鎖Apple Watch 再來我會帶的東西 筆電 相機 那相機就不講了 拍一些美美的風景照絕對是必須的 雖然已經有手機可以拍照了 但我也還是會看每天的行程 去決定到底要不要帶相機 像是去遊樂園的話就不會帶 但如果是去風景區的話就會帶著了 而筆電呢是因為有時候要在外面記錄一些企劃靈感 或是回飯店要趕快把照片跟影片做一些簡單的歸檔 或是先進行初步的檢查修圖等等 這邊有額外想要推薦的幾個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手機掛繩 我最近超愛的 也蠻常在路上看到別人有帶 因為像是出門在外有時候手上拿一些吃的喝的 要再從口袋中找手機就不方便 那直接掛在身上也比較安心一點 而這個呢我會建議大家要買繩子比較粗一點的款式 戴起來才會比較舒服 我以前曾經貪小便宜買到一個繩子很細很細的 我就覺得酒袋好像有點被勒住的感覺 所以後來就買了一條這種比較粗的 那因為它繩子粗負壓能力比較好 也就是可以分散掉重量 不會讓重量都壓在同一個點上面 那所以戴起來都穩穩的沒有什麼問題 另一個點也就是可以看一下在扣環這邊的設計 有些扣環會坐在手機殼下方這邊 而另一些則是會用一個墊片去卡在手機殼後方 然後去吊住繩子 偶爾認為掛繩的價錢跟品質是正相關的 同時也關係著對手機的保護能力 建議大家可以多多比較再購入喔 再來呢就是這種 真空袋 這個也是我自己私心會戴的東西 那這種真空袋雖然是要用真空機或是吸塵器去吸 才能夠把整包衣服的體積最小化 但其實我自己比較常用壓的 就是把衣服裝進去之後壓一壓排掉裡面的空氣 那因為用壓的效果我覺得就很不錯了 這樣子就可以在行李箱中多塞幾件衣服 那把空間利用到最大 接下來我一定會戴的是 第二副眼鏡 那這是專屬於眼鏡組的煩惱啦 我建議有戴眼鏡的朋友們出國時不妨可以考慮 把備用眼鏡也一起戴著 那因為像是我是個不會戴隱形眼鏡的人 我之前就有在國外的時候不小心把眼鏡做蛋的經驗 而且我近視度數又很深 大概有600度左右 那幸好我戴了第二副的備用眼鏡在身上 才可以開心的繼續之後的行程 最後則是這種小型的收納包 因為像我出國會需要這種收納包去收我的線材或票券等等 那畢竟出國行李如果東散一堆西散一堆 那要找這種小東西就會很不方便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出國會戴的3C產品跟一些私房推薦 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沒有規劃出國透透氣呢 我超想念日本的 夜景在規劃了 等一下就要來找個時間來看一下機票到底多少錢 那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最近有沒有要去哪個國家 或是出國一定會帶哪些好物呢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TekTeller科技說喔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bubub 本能這個時間點要去春天賞櫻花好了 當地的氣溫就還是偏低的 要去春天賞櫻花 我剛剛講要去春天賞櫻花 這個時間點要去日本 怎麼 我剛剛自己還在那邊覺得OK 就是覺得有講對耶 差點可以拚過去 啊哈哈哈哈 怎麼辦 啊